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同学 阿弥陀佛 接下来我们还是把如来藏多了解一下 请翻到第45页的第84个明相解说 刚刚是讲到在不同的论述里面 对如来藏的解释 接下来是下一段 这就是 这个 另据圣漫经 空意隐附真实章载 有没有看到 有 找到没 倒数第三段 倒数第三段的倒数第八行 圣漫经里面空意隐附真实章记载 如来藏可分为两种 第一个 如来藏超越烦恼 或与烦恼不同 以及于如来藏中烦恼为空 称为空如来藏 这个就是在讲 真如法性本是空 所以如来藏来讲 它根本没有烦恼跟不烦恼 因为它在讲 它那个清静的本体 这个清静的本体 它就没有什么烦恼不烦恼 是众生你意识启动在现象中 所以你才有烦恼 跟你不烦恼 你才会有 你的烦恼像跟你没有烦恼 现在单讲这个如来藏 它根本没有烦恼不烦恼的问题 它是在讲这个清静的能力 这样的意思 第二个 如来藏具足一切法 而与烦恼不离 不脱不易 此即不空如来藏 又同经法生章载 如来藏尚可分为二意 一 再禅 被烦恼所禅服之状态 包含空与不空 二 如来藏 二 出禅 脱离烦恼禅服之状态 这个是在讲 空的因缘中现万法 所以如来藏意思是说 如果 譬如我们的真实体性 像八世田中的种子 那这个具足一切的种子 这个种子只是一个记忆体 只是一个记忆的种子 这个种子呢 它是长黑芝麻还是红豆 对这个种子来讲 它都叫种子 没有黑芝麻好 还是红豆不好 没有 可是这里面呢 具足所有的因缘法 所以呢 二语烦恼不离 不脱不易 意思说 与现象里面 当它起来的时候 它这个因缘结构 合合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在现象里 自然的运作 而产生了它的果 种子发芽了 就产生了黑芝麻或是红豆 那我们在看黑芝麻的时候 加租了我们对黑芝麻的喜好 加租了我对红豆的批判 这个时候是我在这个黑芝麻的现象跟红豆的存在的时候 产生了中间结构出来 个别意识 起心的这一念 解读的一个烦恼象 所以这个如来杖 它会引这个一切法里面 众生在这个里面 产生的这些烦恼 也是以这个种子 这个黑芝麻为它的一个基础 来产生那个烦恼 对不对 这样意思了解吗 所以这个里面呢 跟烦恼不离不脱不易 就是不空如来 其实这个因缘法里面 你给它毒 它是干净的 它就是干净的 这个就是众生现前一念 你这个一念看到它的实相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它根本就没有什么 就是黑芝麻就黑芝麻 红豆就是红豆啊 可是你在黑芝麻里面 加租了喜好 红豆里面加租了不乐意 这个时候 黑芝麻跟红豆变成 跟你的烦恼不离 跟你的烦恼不脱 那它就等同你的烦恼 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不空如来藏 这个如来藏 就是原来清净的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在它现象的过程里面 加出了你解读的烦恼 可是你单纯对现象来讲 它完成的黑芝麻 跟这个红豆的过程 是不是因缘有 因缘无 所以因缘有跟因缘无 它其实是不是叫 缘起性空 也就是叫空如来藏 以单纯来讲 它的能力叫空如来藏 以它的现象 你给它了然 清楚看到实相 其实它也是清净的 这样知道意思了 好 接下来 下面讲 法生章里面 在禅跟初禅 被烦恼禅斧的状态 包含空与不空 二如来藏 知道吗 是不是在禅的时候 我现在有烦恼 是不是你的清净真如在的 如来藏的清净空 它的功能 它本身的本体是空 是在的 然后呢 你的烦恼像也出来了 是不是依凭了这个如来藏 依凭了它所产生的现象 而产生的烦恼 你烦恼是由这个来产生的 在讲好 一杯水好了 这里有一杯水 这杯水是墨水 就是我写了毛笔之后 我把这个毛笔拿到清水去洗 清水去洗 这杯水呢 它既包括清洁的水 又包括墨汁 墨 知道吗 所以呢 在禅如来藏的时候 就是我本体的这个水的本质 在不在 在 这个墨在不在 在 两个是不同存 那这个 这杯水 这杯洗涤过的 黑色的 有含墨汁的这个水 它本身 其实是不是因缘和合而已 它这个因缘和合 它没有永远是这样黑色的 你倒到大地里 它是不是又渗透 它是不是又过滤 最后它流向大河 跟大西洋 太平洋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水 那这个杂质是不是原面又分开了 这个小小的碳粒 是不是就这样子 是不是又还原了 所以这个水的本质 是在因缘中 而呈现了墨水的象状 所以呢 出禅就是 这个墨呢 这个墨水倒到地上 之后 这个小小的 黑色的碳粒子 这个墨 跟这个水做了分离 这个水是不是还原 是不是就叫出禅 所以这个如来像在不在 这个水在不在 在 这样的意思 然后 所以我们修行人 或是任何一个人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佛性 它是在的 有时候你会看到烦恼 那也是你 清静在 你才知道烦恼 你说我不烦恼 有些时候是 进入了这个现象里面的 现象里面的 沉住坏空里面的住向 你进入住向 而完全成立在里面 可是它是变异的 你在沉的时候 会有种喜悦的感觉 住的时候 会有个平静的稳定 可是它是无常的 它会沉住坏 坏的时候 你就破洞了 你就看到 再禅 你就看到 在场如来像 是不是 到空的时候 你的思绪 你这些 还眷顾的 前面的住向 你没有办法 无所住 所以你会因为 要抓那个住向而痛苦 这个就是 现在 现在现象中 线就是 沦陷的线 沦陷在现象中 这个痛苦变得很明显 这个还叫再禅 对不对 当沉住坏空 空向就没有了 你接受了空 丢掉了那个住向 那个希望 原来住着的 那个像状的时候 是不是 当体即空 就明明白白了 清楚了 这个时候 是不是出禅 所以一般来讲 修行人 他就是在现象里面的 沉住的时候 看不到烦恼 因为如果是 可疑的 就和自己心意的 乐瘦的 欢喜的 他就看不到 这个时候 他看不到 什么叫烦恼向 那如果说 沉住坏跟空 他就会开始波动 看到烦恼向的时候 在空向之后 他能够放下 这个 就是所谓 顿根 持顿的顿 那如果说 在沉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能感受 在住向的时候 我们知道 住向的背后 他一定有坏跟空 所以在住向的时候 我心无所住 我的心 不会在这个有 跟没有里面 起伏跟百当 是不是叫当体即空 这个 就是要立根 这样 知道意思 那意思是不是 本体都在 是你的绝照力 你的本觉 有没有发展出来 你的亲近 有没有一直 一直在那里发展作用 本体都在的 只是用 你用 时间点 时间点 是怎么去 发现它 怎么用 这个就在 如来藏 在下面 有一段 大臣 起信论 则位 真如有 如实空 与如实不空 二面 觉知体相 若以四境为欲 即 一 如实空境 即空如来藏 二 阴熏习境 即不空如来藏 三 法出离境 四 圆熏习境 前二者为在禅 后二者为出禅 这个跟刚刚讲的 其实是一样 就是大臣起信论 他把它分成四个主题 来论述 让每个人更了解 这个时候 前二讲的是在禅 就是在讲 你看到他的本体 当体积空的时候 这一切 就是空如来藏 只他的本身 这个功用 就是本身的这个能力来讲 他就是空如来藏 那如果 你是立根气的 在任何的现象里面 知道他的因缘法 缘起信空 这个时候 他也叫空如来藏 这个是叫 这个修行里面 空跟不空 那音熏习境呢 不空如来藏 就是任何的因缘起现的时候 因缘起现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进入了 进入而沉溺 胶着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这个如来藏 产生的烦恼像 叫再禅 那这个如来藏呢 也可以因本体而产生 这个现象的时候 这个也叫妙有 妙有也是不空 不一定禅 不一定再禅 这样知道意思吗 这样的意思 好 那我们如来藏 暂时读到这里 同学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课文 这个课文里面讲到的 刚刚读到 用大能生一切 世间出世间 善因果故 就是因缘而成就一切 如果以出世间法的话 就是在讲他的妙用 下面这一句 一起读 一切读佛本所成故 一切菩萨皆成此法 到如来蒂固 这里好 就念到这里 这里在讲说 一切的读佛 本所成故 都是在这个真如体现的 这个心里面 呈现出来 一切的菩萨 也因大成佛法 这样的运作 成此法 这样的运作 到达如来蒂 意思说 诸佛他就是出禅的 当体看到空的 他就是用真如体现的这个心 来呈现大成佛法 里面的清净相 那菩萨的一切的菩萨 就是利用 接成 就是利用 利用这个大成佛法 这样的观照 这样的觉性 这样的理论 而慢慢的修为 到达如来蒂 而开发出来 所以我们来读这部论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凡夫菩萨 也就是说 我们是使用 因为他叫大成起性论 讲的就是 上求佛制 下化众生 他不是单一空泛的 空泛的意识层次说 我要跟佛一样 我上求佛制 他本身还有一个现象中的完成 这个现象中的完成 结构的 所有一切就是众生 下化众生 因为你在所有现象的呈现里面 一定是自他自他 这个众生是不是都有的 这里面都能达清净而达圆满的大用 这个就是菩萨行经 而能达到如来蒂 这样的意思 那接下来我们来读秉三的解释分 解释分里面总说 结前起后 丁一的结前起后 就是这一句 以说立一分 次说解释分 那接下来要解释标列正解 解释分有分三种 云和为三 有分三个部分 来解释 来解释他 那同学我们来读这一段 解释分有三种 一直读到这一页的结束的地方 解释分有三种 云和为三 一者显示正义 二者对质斜直 三者分别发去到想 好 这是丁二 标列正解 标列正解里面的物一标列 标列解释分有三种 哪三种呢 标列出来 第一显示正义 正确的义理 就大臣的义理 就是指 众生心的这个内涵是什么 后面就会讲 众生心的内涵是什么 第二个对质斜直 如果这个众生心 他不是安住在清静的真如 他本身已经有烦恼向了 就是表示他有斜直 这个斜就是不正的意思 就是偏差了 他有偏差的执着 这个执着总说就是人我执跟法我执 所以要对质这个斜直 也就是后面解释怎么办 他的办法提出来了 第三分别发去到想 就是我要对质斜直的时候 才需要有分别发去到想 如果你是安住在清静真如当中 就是真如体现而已 不需要讲发去到想 这发去到想说明发心 去向菩提到各种过程 跟他的办法 他会产生出来的像状 那后面就有个论述 那接下来我们来翻到课本 第七页 同学请翻过来 第七页 第七页就要开始显示正义 也就是刚刚的第一个 第一个主题 从第一行一直念到第三行 以示二门不相离故 好 一起来 显示正义者 于一一心法有二种门 云合为二 一者心真如门 二者心生灭门 是二种门 皆各总设一切法 此意云合 以示二门不相离故 好 这一段在讲 大乘正确的义理 主要依一心 主要是依众生现前的这个一念 也就是众生现前的这个心 也就是这个如来藏 这个种子 它这个种子 产生现象的时候 因缘 因缘 现的时候 它有两个方向 众生会同时开展两个方面 两个方面的路径 那这个大乘的正确义理就是在谈到标示出来 众生 清净的这个能力 当因缘 我们众生已经有意识种子 如来藏就是涵盖了很多很多 我们过去种下来的种子 这个种子是不是非的 你是黑豆红豆或是桃花或是梨花 或是曾经的一个所谓的供养也好 就是成佛的 祝福的 甚至于你曾经做一件什么事情 而有两个人之间所对谈完成的某一种迹痕 这个种子 其实它本身是记录而已 就像资料库 就像资料库 你今天放一张图进去 叫做路边的一个车祸的图 你再放一张唐卡 唐卡的影像 佛菩萨的像状 对这个资料库来讲 都是叫两个图 就是两个图 两张图而已 那我们众生呢 看到这个 比如唐卡的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念 会产生连结到什么 连结到我们欢喜的地方 我们想要往亲近去展现的地方 其实对这个电脑来讲 这两张图 以PDF档 我们来讲 它种子来讲 它是没有是非的 它不过是一五一十 很干净的 把这个色泽显示出来 那另外一张图 可能是一个车祸 或惨不忍睹的 这个图呢 当你显现出来 众生的一心来看这个的时候 其实这是它曾经的种子 那它现前 在把这个种子现前的时候 它会结构到过去的那个现况 而那个现况里面 记恒着自己感受的哪个部分 它会让你感受到一种痛苦 一种惊吓 或是某一种现况的伤痕 这个是众生的心念 那你如果跳开这些来看 唐卡 你看到一张唐卡 这个唐卡里面的佛菩萨 唐城 东南西北 那这个里面呢 这个每个护法隆天 唐卡看过吧 这个里面呢 就是一个法界观 那你在这个时候呢 进入了这个唐卡里面 所表达的意涵 如果你产生的是 我什么时候 才可以进入清静的法界呢 众生啊 怎么这么可怜如我也 这个 也是心生灭哦 对不对 那这张唐卡 虽然你用的是一个善的言词 美丽的 美丽的赞颂 来歌颂 来赞扬这样的一个诗法界 你的内心其实产生 情绪上另外一个影子 那个就是夜相 夜果 这个也是叫生灭啊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这个唐卡里面 你会知道 心佛众生 是平等的 这个唐卡是因为有这样需求 痛苦夜相比对的众生 他不了解实相 所以佛菩萨 以把这个实相图 画成一张唐卡 来引发我们对实相 能够无是非的去了解 了解这整个内涵 整个修行是清净的 所有一切是同存的 这个是干净的 没有什么的 也不读到自己的夜相 也不只读到特别的欢喜 而是这就是实相 这样的状态之下 也就是心真如门 所以这张唐卡 也是一样 同时展现心真如门 跟心生命门 一个叫做实相 另外一个是 比对实的此案跟彼案 另外再来看 再来解释 另外一张图腾 是一个车祸 或是惨不忍睹的 现场的一个记录 但这个现场的记录 给予你的是什么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你如果是看 众生因缘果中 这个就是因缘果 这是过去的 曾经的一个事件 在这个事件中的主角 可能是一条狗 可能是一个人 可能是一辆摩托车 可能是一个骑脚踏车的小孩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 这个因缘 缘起当时一起 缘灭已灭 所以这个缘起缘灭中 读到因缘果 而这个因缘果连结四圣体 苦即灭道 而苦中因众生的无名 所以感受中的自我 所以在造作中有这个果 在这个地方 道跟灭同时并 同时现前 所以你的心放下 而在这个里面 如如不动 中间运转过的这一些 就是从生灭的现象中 找到心真如 这样知道意思 那如果说这一张 惨不忍睹的现况图 是一个车祸的现况图 分解尸体的现况图 那在这个状态里面 你产生了一个 很强烈的断面 很强烈的唾弃 对于世间 对于现象 很强烈的未确定感 的恐惧 如果里面的人物 与己有关 对于耳后的果报 产生一个未来 而先有的一个恐惧心 这个状态就是 心注于这一张图腾 这张相片所给予你的 另外一种讯息 这个讯息可不可以从 这个是在生灭中 可不可以从这个生灭里面 去走出善因果呢 可以可以连结用大 前面在讲的用大 对不对 透过这个用大 知道因缘果 因果论里面 当下一个因缘限期的时候 未限期之前 我可以做怎么样 在因缘中应该做的 补救措施 那这个补救措施不一定能如你所愿 达到完整的补救 另外一种就是一种准备状态 不住 不住任何一个缘起 一个现象现前的时候 我能够坦荡地去面对现况 当我坦荡地面对现况的时候 苦不是真的苦 业 是业而不会在业的责罚里 产生一个断灭性 这样子也是从这样的里面可以走心生灭 在心生灭中又找出心真如 但是它是在时间里需要时间去完成它 这样了解意思 这个就是在讲 显示我们大乘佛法的毅力 有这两种门 接各种设一切法 刚刚在讲的 是不是一切的世间出世间法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合并 也可以分离 也可以单一取向 但众生就是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一直运作 这个意思是怎么说呢 以示二门不相离故 使两门乃是体相关西法 是不是一直连结的 刚刚你在比喻这张堂卡 跟一个惨不忍睹的现场 这个过程里面 你是不是这二门不离 心真如跟心生灭是不离 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体现就是回到宁静 就真如现前 佛性清静现前 生灭的话 就是你在这个现象里面 有无而住 住向 讲的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读下一段 心真如者 读到倒数第三行 下面为事一心 故名真如 一起来 心真如 心真如者 即是一法界 大总相 法门体 所谓心性 不生不灭 一切诸法 唯一望念 而有差别 若离心念 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事故一切法 从本以来 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原相 必尽平等 无有便意 不可破坏 为事一心 故名真如 好 这个地方就是要讲 个别来讲 解释心真如门 那先讲 这个心真如相 这个地方 来 心真如门 即是一法界 大总相 法门体 心真如门 讲的 就是唯一无二 绝对平等 真如的 这个离体 讲的就是本体 解释那么多 到这里很容易了解 就是一法界 所有的一切 他为什么用一这个字 他意思就是 根本没有对待关系 他没有对待关系 就是一嘛 那我们今天 会有烦恼 就是有对待关系 所以你有烦恼 是不是 有对待关系 所以你有烦恼 所以当这个 对待关系的时候 是不是 你已经有 所谓忘直 偏差的地方出来了 偏差的地方出来 所以你才会有二 那个二 就是烦恼 这个烦恼 重重叠叠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其实都是二 其实都是二 就是相对 二分法 相对出来的一个烦恼 因为说我的烦恼 以时间来算 以数量来算 绵绵密密的 不知道有多少 其实就是答案 相对法而已 其实就是 你的清静里面 变现出来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属于 一个 偏差而已 只是这个偏差 你又在这个偏差 加诸注解 不断的注解它 那以时间来讲 我们在这个 每一次的变异的注解 要还原的时候 就变成还原很多道 以十二 这个十二因缘法的观法的话 它就是很多道这样退回去 以真正立根气的话 当下切入 气进去 这个本来就是空性 本来就是空性 这个就是立根气的 它只是相对法而已 那我们建修的人的话 他就是必须在这样子 所以他讲的 一法界 意思是说 绝对平等 他是没有对待的 他是清静的 清静还有什么话要讲 没有了 大总相法门体 真如广大 含长一切 故称为大 总体 讲的是 一味平等 没有差别之相 也就是 这个 修行的诡范 称为法 这个地方 就法门 就修行的诡范 所有一切 我们为什么需要有 修行的诡范 因为我们已经 走偏差了 所以我们才需要有 这个修行的诡范 如果我们没有 走偏差的话 他根本不谈修行 诡范 他就叫一真法界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修行的法门 修行的法门 我们必须进入法门 凡夫所以需要法门 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指导原则 那一法界来讲 他不需要什么法门 不法门 众生有八万四千法门 因为有八万不同 八万四千个 契入点 适应不同的 种性 不同的办法 不同时间的延展 不同的 里面运作的层次 这样而已 大总相法门的体 体的意思说 这个体讲的 就是讲他的清净 你这些大总相 不管你怎么样 全部就是相对法 相对法 这个法门的体就是清净 就是回到清净 你这些办法是不是根据你的染灼而来 那你看的这个染灼是不是根据清净而来 所以这个办法回去的时候是不是找到那杯水 那个水而已啊 你已经是墨水了 所以你才会有这个法 你已经做墨水了 这个观察通道称之为门 这样这个办法而契入了进入叫做门 所以我们需要有法门 所以我们需要有法门 就是有这个办法出来 我这个门进去 那这个门进去 所以凡夫需要法门 众生需要法门 这个法门呢 因人而异 法法皆平等 每个门 每个门就是一定有人入 这是公平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回到真如 从真如而来 OK 再来 所谓心性不生不灭 重复 重复心性本源 它是清净的 心性本净 这个是这部论述的一个基础点 它不会随着妄念而生 也不会随着染灼而灭 它的作用分进跟不进 这是在现象中说 以这个本体的心性来讲 它根本不生不灭 这个是文字上的解释 接下来 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分别 所有一切的存在现象 这讲的是有违法 一切的诸法 讲的是一切的存在 当这个法的概念存在的时候 就是你内心 存在的现象 指认这个现象的存在 这是法 唯一妄念而有差别 这个有违法 就是因为众生的妄念 就现象而言 而看到了差别像 若离心念 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如果离开这个妄念 这个妄心的话 一切的境界 其实就是清静无为的 这句能懂吗 能懂吗 比如你这样看 一个妈妈在打小孩 那你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你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你只看到一个小孩 在吵闹要吃一颗双麒麟 这个妈妈一直跟他讲 就要吃饭了 回去就要吃饭了 就不给 这不给那小孩子很生气的 蹲在地上 妈妈啪就打下去 这个时候 每个人来读这个是不一样的 如果另外一个小孩来读这件事 或是一个国中生 或一个高中生 他来读这个的时候 这个妈妈好残忍 小孩子双麒麟一克多少钱 想我小时候 也是为了吃一克双麒麟 被呼了两个巴掌 一个双麒麟的惨痛 这个妈妈真是 当大众的面前 这样给她的孩子 没有自尊 所以这种母亲 另外可能是另外一个妈妈 她有一个叛逆型的孩子 她看到了这个现象的时候 她心中想着 想当年 我就什么都顺着她 她要双麒麟 给双麒麟 她要一克 我可以两克 她要什么 我都给 我从来没有违逆过她 只有到大 长大一点的时候 我说一个不可以 她竟然 竟然用那样子的态度来对我 这个小时候 本来都爱嘎 这对啊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 在座好多妈妈呀 那你来看这个的时候 是不是众生心啊 现前一念啊 是不是在现象中一切诸法 你现象中 以妄念而来看这个 就有差别 若离心念 如果你今天一个 一个出家人来看这件事 你就看看笑笑 我用出家人 意思说她比较中立 她可能懂得佛法 她只能看看笑笑 这孩子 是某一种教重 某一种欲望需求 这个母亲 是秉持的教导原则 这是他们的母女关系 或是母子关系 那这个也是因 也是缘 也是果 这个因 在前面 他们会成为 这样的一个眷属关系 那个缘 是她 大同百货 带着她要回家的路上 就经过 这是她回家 原来的路线 或是一个 非常态的路线 而她的果 就是当下忽她一巴掌 她的痛 跟她的教育原则 这个把一切的实相 还给他们 在这个里面 你是不是离这个心 这个一切的境界之相 是无违法的 对于这个诸法来讲 对这个出家人来讲 她也是叫极境 她也是叫无违 再来看这个妈妈 跟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一直哭闹 妈妈一直讲一直讲 不听 呼她一巴掌 啪下去最小子就点不起 不吵了 吵也得不到双麒麟 虽然她不会用这样的言语 可是她就点点 哭泣着 然后擦一擦 回去乖乖 吃饭 吃一吃 等一下看了一个卡通 什么都忘光了 是不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这个妈妈打了她回去 给她吃饭之后 看看这小孩 再怎么说 她也是一个孩子 那我这个教育 会不会打得太重 是不是拿捏好处 这个在她的内心 也是一个生灭 那这个生灭的里面产生了什么 最后她了解 如果子不教父母之国 父母亲不是用来巴结孩子的 她是陪她一起长大找到真如的 一起长大 对不对 找到自由的 认识她自己 佛法最重点是 认识 佛告诉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开发我们自己 完成我们自己 佛并不是 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来完成她 跟她跟她有什么关系 是开发我们自己 去完成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一切 所以这个里面 没有干系谁的境界不境界 这样来读是不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众生因妄念而有差别 所以我们都在妄念中 情绪中 不是假薄就是潘縁 对不对 要不就断灭 你如果在断灭中会产生痛苦 就表示你这个断灭是错的 因为你对自己的断灭产生痛苦 你不断灭就不痛苦 那你如果说我发菩萨心 我一定要做一定要做 我做不到所以我痛苦 她的答案就是你做不到就不痛苦了 你做不到就好啊 那有的是 我想要这样做不到我又感到痛苦 那个就是超过了嘛 就是这样子啊 你超过了去取毒她 你说我做不到是怎么会痛苦 因为做不到后可能看到伤害 有一个伤害或扭曲 那个叫造作 交往过正 这样知道意思 譬如说啊 我们真没有善根 我们的果报怎么这么不好 大家都没智慧 那我们这么贫穷 所以我要不施 我们这样一定要不施 就努力努力的交往过正 都拿去保识 结果孩子都没办法保识 这样知道吗 那你这个布施有没有很愉快 刹那愉快 然后后果呢 这孩子可能抱怨连连 那你也可能说 是我给你童年的自由 不用背书包去补习班 可是他的快乐来自于可以背书包去补习班 如果 这是个别的 这样听懂意思 所以如果你有痛苦的来源 你今天会感受到什么 你就把它完成就没有了吗 如果你今天拥有一个东西 然后感觉拥有这个东西 让我感觉不安跟痛苦 我就舍这个东西 如果我舍了这个东西又觉得 不安跟痛苦 那你再把这个东西取回来看你会怎样 结果我有也痛苦我没也痛苦 你开始就会想 我有又觉得不安 人生多 我没有又觉得贫穷 不够质 这样就是你事刚刚好 生命就是有那么一个 寂静的 那就是因缘里面的实相 佛法里面并没有那么难 同学你要是 李不清的时候就觉得好难 这文字都好难 因为古文 上次我们讲 这浓缩的 我们还要给他泡水还原 希望能还原的对 还原不对 因为有时候被文字卡住 被语言卡住 这样了解境界之相 知不万念 事故一切法 从本以来 离言说相 一切是假名 离名之相 离心原相 必尽平等 无有便义 不可破坏 为事一心 故名真如 所以一切的法 一切的现象 一切的概念 所有一切 你把立这个法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用 语言文字跟概念把它装进去 真正这一切呢 其实你可以说出来的概念这些 都是 意识创造出来 这个语言都是假名 方便 要立出来说的 我们要 离开 这个文字 言说语言 最主要是要达到 离心的这个思维 意识 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心原的这个像 那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希望即真 你这个妄念 言词等等这些没有的时候 你都看到 毕竟平等无二 无有便义 本来就是这样子 也没有什么你以为 什么你可以干预 变化 这个地方呢 为事一心 顾名真如 新的本性 其实 新的本体 新的本体 是清净的 它就是一种状态 这个叫真如 清净的状态 这个再举一个例 那这个例很简单 就说好 你下班的时候回家 下雨 下雨的时候 看了天空下雨了 心里好焦虑 孩子都没带伞 自己呢 也没带伞 起风了 那回家呢 快快速速的回家 拿把伞 要去巷口 等待 路过的孩童 每个孩童在走过马路的时候 都 狂奔了 雨下下来 在狂奔的时候 你的心惨了一个 幽妻之感 这些小孩子 怎么这么辛苦 这么可怜 老天爷 你干嘛在这个时候下雨啊 心中可怜的孩子 眼睛看着老天爷 赶快掉下来 寻找我熟悉的那个小孩 只有他 才 有那个资格 配上这把伞 因为你这把伞是为了等他而已 对不对 要不然你要去买爱心伞来 等这一群小孩子狂奔而去 这个时候你的心中是不是 又产生了很多 言说 产生了很多像 对不对 那当你 要看到熟悉的 那个小孩 他的书包 他的色泽 他跑的样子 那个就是你要等待的人 然后你把他接到手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可能忘了老天爷 或是依然抱怨着老天爷 你可能忘了刚刚狂奔而去的那一小队的小男孩 小女生 这个时候你的心又进入了 打伞这个小孩 小小的手 牵着他 慢慢的往回家路上走 这个走的时候 你的心 放下了焦虑 因为你要的是一个单一 这个单一的是 这个小孩的安然 跟你想要付诸 而完成的这个 启动的这一命 当这个做完的时候 你的心会不会挂爱那 奔跑过的小孩 或许有 或许无 可是那已经不是重点 那已经不是重点 所以那个 是不住的 与己无关的说 他不会住长久 他不会住长久 淡淡的就是 就是 石像中的一部分 然后呢 那一天的下雨 那个老天爷 那个时间点 其实有办法 因为 你心中的这么多的抱怨 跟焦虑 而改变吗 没有啊 那不过是现象中的一个 时间空间的 因缘合合 对不对 因缘合合 所以当你这些东西都了解 这个就是一个现象 这个就是一个实相 这个时候 所有一切都是平等 你的心回到宁静 再来看 我们的心多么的不宁静 有一天你提早到家了 你等着 哎 起风了 家人没回来 六点半 七点晚餐时候 家人回来了 一打开门 哈啾 光这一声哈啾 这是语言文字 声音 这个哈啾 你听到耳朵里 早上怎么不看电视呢 他就明明知道今天要起风的 为什么不戴衣服呢 这个念头出来了 然后就开始焦虑 明天要大考了 现在在大喷嚏 那怎么得了 考零分怎么办 下个礼拜呢 下下礼拜呢 就要学策了 是不是学策 又怎么了 怎么怎么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好多的焦虑 好多的焦虑 赶快啊 福茂热饮 一杯给他 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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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你感觉你就惨了 不用去打掃 然后晚上就开始焦虑 明天要发烧怎么办 我应该马上帮他请假 那补习怎么办 后天补习会不会去啊 或一个晚上焦虑 我应该趁我来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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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自己都睡不着 这个是一种反应 对不对 他的答案 其实你直接做的东西 他收收回去的 只有一杯福茂热饮 你不可能给他两杯跟3杯 叫过量 那如果呢 你在这个实相中看到 打开门 孩子鸟 知道鸟鸟 有风寒 没带衣服 这个时间 这个空间 可能有风寒 一杯浮帽热饮 赶快喝了吧 继续煮你的菜 然后晚上他就去睡觉 你也去睡觉 还是一杯浮帽热饮 也没有变两杯 也没有变三杯 第二天 他的感冒会因为你半夜都没睡 煩惱到要死 要够半岛 会不会 不会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实相就是这样 他没有语言文字 你在这个所有的一切 其实是不是现前一念 就自己在那边 这妄念而无限创造 无限创造在实相中 如果根据你想要的这样去变化 你这样浮帽热饮给他喝了 他在想明天知道 发生不太好 后来又不可以去考虑不太好 下个礼拜的大考就完蛋了 读了三年最后败在一个哈雀里面 这个哈雀变得非常的罪恶跟伟大 然后果真第二天发烧 走了这个趋向 这个趋向的时候 真的是因为你期盼而来的吗 还是你的预言成真 其实你不预言他 他会不会真 也不是你想象以为他一定会真 这个就是众生的焦虑 其实你来看 这所有一切 他的实相里面 他没有什么 你可以特殊去干预的 他沉住坏空也是一个变化 他的因缘和合 现象而已 你这个一心能够安住清静 永远可以那么宁静的 这个叫做安住在真如 就是心真如 这样了解 我们在看生命的现象里面 好多好多都是自己庸人自然 作茧自然 很多事情看起来就是那么简单单纯 你在投射很多 你个别的揣测 个别的欲望 个别把自己关系法 那这个特定的对象 你就会有产生这么多 这叫我知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显法离言 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 这一段 读到第八页 第八页的第三行 名为真如 来一起来 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 但随妄念不可得顾 言真如者亦无有相 为言说之极 因言浅言 此真如体 无有可浅 以一切法 昔皆真故 亦无可立 以一切法 皆同如故 当之一切法 不可说 不可念故 名为真如 好 这一段是在讲 离言 一切言说假名无实 言语失色 要表达这个真如 其实这个真如 也没有一个实质 具体的东西 可以让你讲 但随妄念不可得顾 那我们要表达真如的时候 只是 是 藉由我们妄念 痛苦 烦恼的存在 所以来 比对出来 告诉你 有清静的真如 有没有 没办法跟你讲 言真如者亦无有相 没有什么具体的相状 来表达这个真如 为言说之急 即便是用言语 硬要表达它 这一个概念 用怎么样的 极致的 最完整的 来表达这个真如 其实 因言浅言 也就是借用言词言语 这些言词言语 也是应该浅除的 因为真如不可说 是真如体 无有可浅 其实这个清静真如 它就只是一个能力 真如 没有什么可浅除的 这个常住的清静真如 还有什么可浅除的 你说我这杯水倒掉 这个是一个比喻 这杯水倒掉 这个水湿气在大地里 化为水蒸气 然后在温度适合的时候 又下来又是水 我们只是用这个来评喻 知道意思吗 这个变化的相状来讲 它的本体是不变的 以一切法 吸一间真固 染尽诸法 这些法 其实都是真如的表现 只是表现你取它 你取读它的染相 你用自我意识 我执的偏邪 来读它的时候 你就是看到这个法 你认为的 那个痛苦面 那个现象 那个染相 那真实的真如 亦无可立 其实没有什么好 再去标例什么叫真如 这个地方是要来解释 真如其实是不可说的 一切法 皆同如故 其实都是当体即空 一切的现象是当体即空的 在上一堂课有讲 其实你要知道缘起性空 它包括缘起 也包括缘起为有 也包括缘灭为无 所以这两个起来 它不很久 是变化变化 所以叫缘起性空 所以这个一切当体 当这个现象现的时候 你就知道 缘起性空 它终将是无常变化 所以一切法 你所有的一切表达 都是当下 这个状况之中 假言的一个名词表态 当之一切法 不可说 不可念故 名为真如 同学这样听 好辛苦 不会辛苦 因为这个论就是绕着真如 佛性 你如何去感受到你的佛性 怎么去看到这真如 就四个字 希望即真 所有修行那么多 就希望即真 狂妄之心卸下来了 都不用讲 自然真如体现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 都是要让你认知 这个狂妄之心 这些办法 其实没有办法说什么 就是要给你自己 去处理它 把这个狂妄之心 而且这个心的象状 也没有办法具体拿出来 所以当你放下的时候 轻尽真如 一切就是那么清清 静静 明明白白 那我们今天 先上课到这里 这些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